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还能够追上几个马位而跑进这个位置 这样的马匹 往后的成绩如何呢 我们说的就是天生行动 这匹马为什么受到注意呢 他试跑的时候 赢了超过十个马位 而且没有退棋的 基本上好像是不同班级的 当然这样的走势 在那场赛是肯定捧场大人们 我们赛前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赛马就是赛马 总是有意外 对 所以你来看看 看看天生行动是如何受困的 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不是说他跑错 我相信很多骑士都会这样跑的 天生行动在哪里 现在已经是兔头了 不过有这样超级的马匹 也不需要在前面领 我相信小文诺是这样想 好了 带了出来之后 又是守在银马那个位 你记得吗 伊登静也是这个位银马 刚才星期五我也是看过了 让那一匹就是 帝瓦送帝前领 旁边的唐少爷跟我就是一起 我守在这个 我经常也说了 这个是银马位 这个是前面有马 旁边有马 我守在第三 距离前领马匹 一个马位 直升的时候 一散开 我冲上来就赢了 你看小文诺很聪明 不守在内南 转发已经是拉到中间去 以为可以出来 真的想不到 这一匹多维尔真的是跟他有仇 你看 多维尔旁边挡住他 一直不给他出来 前面的那一匹就是这个唐少爷 也没有停下来 总之就是前后左右都是夹攻他 跑到最后的200公尺 没办法了 让你这匹多维尔先走了 我闹出你的屁股后面 现在距离前领马匹 已经有四个马位 你看 最后的50公尺 打下去的反应 三个马位就赶过这匹多维尔 没办法了 前面走错了 好了 下来就是这个走位系统了 那看到的就是这匹唐少爷 这匹也是备受关注的一匹两岁马匹 他在前面是已经透出了大概是半个马位 不过后面冲上来 还是把焦点放在这匹大热门的天圣行动的身上了 以一匹新马来说 他最后大概50公尺的爆发力 确实是相当的惊人的 只不过因为严重受困 而让前面两匹领方的马匹给走脱 所以这匹天圣行动 是只能够在这场赛事屈居位置 你看这边是相当的明显 他一直是守在唐少爷的后面 那这时候原本想要冲刺 结果多维尔又把这个门给关上了 那马匹也是有些许的抗拒了 但是骑士也很聪明 把他拉停之后平衡了马的走势 最后冲刺是相当的强 当然就是因为这样子受困的情况 马匹最后赶上来是为师一万 但是他这样子的一个走势 确实让我们对他印象深刻 对 更深刻 以后都记住他的 是 因为走势太好了 对 所以这匹马下次一定要捧场 没错 就觉得这匹天圣行动 今天是拜不为平的 当然在今天的新加坡金杯 有一位骑士特别出色 对 他不单只是到那金杯赢了 但是在这个金杯之前 同样的马祖的马匹春典 赢得真的很精彩 我很少在这个赛后 占一位骑士占得那么多的 但是这场赛是聪明在哪里了 我们来看看他走位怎么聪明 这位骑士就是贝汤美 那你看春典就是红色彩衣 就是达标金杯赛赢的同一个彩衣 已经出来的了 春典一向的前数很快的 以前显文乐都是这样子 走在前面 你看现在那笔海里的一大突击 他可能拉不住 也可能就是列马斯跟他说 我们要在前面领出来才有机会赢 因为你不能怪他 因为以前他两场冠军都是前领的 所以他就尽量去领 被烫美聪明的地方就是 你要前领 我让你前领 但是我也不守在内南 因为守在内南我怕没有喂出来 所以给这个一大突击一冲过之后 他就变成一行换引 你在内南 我在外面 然后你看现在很聪明 但是他现在也就是瞄那后面那匹 黄色彩衣的那匹最强的对手 就是这匹波尔多什么时候上来 一看到这匹黄色彩衣接近了 他立刻拿出那个边打下去 春典的反应真的很好 同样的情况有一点像 刚才星期五那匹冠风 以前前领才能赢 今天可以留后 然后直撑的时候才发力 所以这样的马匹往后进展会更好 好了 看看这个走位系统 看到前面两匹马 一匹就是一大突击 另外一匹就是最终赢马的这个春典 一大突击这匹马 我们今天其实也担心说 他赢了那么多场的赛事 今天会不会停手 那显然的这匹马 在今天这样子一个组合里面 它的进度没有比这个春典多 所以这匹春典在最后阶段 怕的只是这匹后上的波尔多而已 不过你看看转路直层的时候 这个已经流着很多汗的这匹一大突击 其实它也是有一点脚步放缓的 而就让这匹春典在最后阶段 以更强的后进给越过 看看后面两个马位之后的波尔多 波尔多实力看来 也是跟这匹春典有些许的差距了 结果春典越过了这匹一大突击 就直奔终点 在这场赛事就帮助这匹 来今天金杯赛客串的 贝汤梅这位骑士 取得他的第一场投马而贝汤梅 稍后在大赛的时候 又赢这匹达标赢得相当精彩了 对 两场赛事都很精彩 这一场就是你前你我让给你 等一下那一场赛事就是 后上 我守在最后 直层的时候 翘翘在外面冲上来 完全是在大家不留意的情况之下 冲上来的 那个时候我已经跟你说了 你扩马的时候 好像是没有人去留意这匹马 我也没有留意 突然间直层望过去 外面那匹马冲上来 后进非常的强 来看看这匹达标如何赢出新加坡金杯 这场金杯赛真的很精彩 我们来看 这场的金杯赛是2200公尺的 参赛马是14匹 前面一群马就是抢前领的位置 在外面上来就是火枪手 他今天就是因为这里输了 因为他排位不好 他必须要前领 你看第一个弯道之前 他第四跌 但是他必须要越过这一匹 就是马来西亚过来的安爽 也是越过其他的什么野鹅 还有就是马丁这些马匹 这里就是他用了太多力的手了 所以尽管他最后还是取得前领的位置 但是他本身等于说 我们里面的汽油已经用了七七八八 到直层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剩下来 所以那个速度就没有那么强劲 前面领方的火枪手跟着第二是没有什么机会的那匹安爽 然后第三位置就看到大乐门的那匹野鹅跟天生飞马同一起走 野鹅也是我们经常怕那些海外的马匹来到本地的进展没有那么多 尽管他曾经在打比赛跑一个第二名 但是往后好像都没有办法赢 都是跑第三而已 所以这匹马会不会高估了一点呢 以后就要再小心看一看 当然同样也是外来的马匹的达标 现在你看就是在马群的最后一匹 红色彩衣刚才春点赢的那个彩衣 前后的距离不过是七个马位 被烫米又展示出他真的是非常厉害的那个骑马的判断 一直不急的你看 你看他手就知道了 一直垂下来的 没有退骑的 让马匹很轻松的就是跟在马群 因为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了 就是因为他头重50公斤 你看看这一匹好简单他就没有办法这样子 因为他头重很重 所以纹罗必须要一直褪其它才有反应 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个达标的 因为我们目光全部放在外面红眼罩那一匹就是好简单 一直就在想好简单能不能赶过前面的银骨 好简单能不能把这个银骨跟龙中骨打败了 没想到现在在好简单旁边红色彩衣黄色袖子那匹达标 最后的冲刺最后的50公尺就是那7公斤的差别了 最后达标压倒这匹银骨取得今年的金杯冠军 好了看看这个走位系统真的是远远落后的就是最外蓝的这一匹达标了 那这时候看到在前面透出来就是尝试想要偷袭的这个银骨了 那另外还有龙中骨呢则是守在内蓝的位置 这时候看到悄悄从后面冲上来的这匹达标 此时此刻呢已经是越过了他的旧旅好简单 然后呢再越过这个龙中骨以及这匹银骨的 看看这场新加坡金杯转入职程的时候呢 在内蓝的就是这匹龙中骨旁边有天生飞马 那另外呢中间上来有野鹅啊还有这匹火枪手 但是这些马匹都抵挡不住银骨的这个后劲 银骨这个时候已经是摆脱了对手在前面透出来 原本以为他有机会赢得新加坡金杯的时候呢 后面上来好简单还有达标 但是走势最强劲的还是这匹铕青棒的后上马匹达标 在这场赛事呢当然也是很多人看好这匹达标 认为他能够凭这铕青棒取得好的成绩 但是因为这场赛事有机会的马匹确实还蛮多的 都是那些青棒嘛 对啊50公斤都是很多的 不过有一点我们更加注意到就是 五重彩都是四岁马 是我们其实在赛前的时候都说了 这类型的大赛呢应该还是有利于年轻的马匹啊 对啊因为今天的赛事刚刚又碰上香港也是级别赛 是他们的两场级别赛都是四岁马赢 我们这一场的级别赛也一样是四岁马匹赢 是不过不管怎么样相信这些年轻马匹 在往后的这个赛事当中呢 还是会有相当出色的这个演出 尤其是这匹好简单呢 今天是输在驼中棒相信马匹持续还会有一个进展的空间 对啊平棒就是他的天下了 是好了马上来看看星期天的裁判报告 那星期天呢就是八场六号这匹白咖啡 赛后回来发现左前提提铁脱落 十场二号的铁锤还有十二号的风之心 同样是左前提提铁脱落 接着我们总结星期天的这三匹马了 天盛行动 试跑的演出非常的这个出色 不过在星期天的赛事当中在直成的时候呢是受阻的 另外春点其实发挥的非常的这个出色 还有达标留钱斗后 赢得精彩成为了2013年新加坡金杯的这个盟主的 好了这个星期的这六匹马呢也跟大家分析完毕了 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今年的这个金杯赛呢 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对啊我们希望明年的国际赛 这是五匹的四岁嘛 可以代表新加坡取得本地的第一场的长途一级赛冠军 是我们展望2014年了 好了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赛后点评站 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